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现在要谈的是 如果是一个斜向抛射的物体 那它有 因为在空中爆炸碎成几个碎块 而这些碎块在同时落地的情况下 在那个爆炸瞬间 好 基本上它的X方向跟Y方向的动量是守恒的 但是如果是在爆炸后一段时间 那只有X方向的动量守恒 那Y方向是没有动量守恒 因为受到重力影响 那这是我们先来看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是99年的指考题 那我们先来看 它是本来在地面上写上抛射的物体 然后在最高点的时候 最高点的特别是它本来就是只有水平方向的动量 然后它列成质量相等的甲 乙丙三个指点 好 然后三个指点有不同的运动方式 其中乙是从静止的状态做自由落体 也就是说在爆炸之后 乙其实没有分到任何X方向的动量 那丙是寻原来路径回到原跑点 那请问一下甲 它的速率跟丙的速率为何 那因为在第一个爆炸之前 假设我们说这个系统 在最高点的时候 它的水平动量 我们把它写成就是M乘上VX 那爆炸之后呢 这三个碎块的情况分别是这样子的 首先第一个 甲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质量是三分之M 但是速率的话 我们就假设为V1prong 以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它是原地静止 然后自由落下 所以它其实X方向没有初始的动量 丙的话呢 它是特别的是它沿原路径 所以既然它可以回到原点 而且它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水平抛射的这种对称性 所以它在运动同样高度的情况下 花费时间是一样的 那它有本事就是回到原来的这个抛点 那表示说它的这个水平速率 应该乘上好 它的花费的时间 就是这个水平射程基本上 对丙来说是一样的 跟原来的这个水平的速度是一样的 好 那因为这个水平速度其实就是我们 一开始设的这个水平速度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丙它在抛出的时候 它应该是反向 但是它的速率应该是原来 没有爆裂的时候的抛射的水平速度 应该是一样的 它这样才能够沿原路径回来 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很重要的可以判断出 它的速率应该是Vx 那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我们可以写出它动量是三分之m乘上Vx 好这是我们比较需要挑战的这个思考力 因为水平动量在爆炸前跟爆炸后是一样的 好所以一开始的水平动量在没有爆炸的时候是mVx 那爆完之后会分成三个碎块 那第一个碎块的水平速度是带球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它速度是0 第三个的话我们刚才分析过它是沿原路径 所以它的动量会是负的 那我们可以整理之后会得到 第一个球它飞出去的速率应该是4Vx 那这题目其实是没有告诉你Vx是多少 不过没关系 他要问的是爆炸后那个瞬间 甲跟丙的速率的比值 所以我们只要去处理它速率的这个比就可以了 所以甲跟丙的比会是4Vx比上的Vx 那答案就是4倍 这是99年指考题 那这题其实主要是整合了动量守恒 跟我们对抛体运动的理解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题 第二题我们要看的也是一个写向抛射 然后同样的它在最高点的时候 有一个讯息是动量量值恰为抛出时的五分之三 好我们知道在最高点的时候 其实只剩下水平方向的动量 好所以如果圆抛出的动量是P0的话 好所以它在最高点的时候它可以的有的动量是五分之三P0 这题目说的好 那这个时候突然分裂成质量相等的两个碎块 其中一个是初速为0落下 那他问你说那这个初速为0落下的 它的动量量值在落地的时候 它的动量量值与圆抛出时 那我们说这个圆抛出假设叫P0好了 好这个时候物体的动量量值的比为何 好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碎块的 好所以我们说它的质量叫做M 那其实从题目说到最高点的时候剩下五分之三P0 我们就知道这个五分之三就是它水平方向的动量 就是五分之三P0 根据我们了解的三角形的规则 我们会知道它在Y方向的动量应该是五分之四 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阳角应该就是53度 好然后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它的质量是M 所以我们会知道它的速度 我们会说它就是五分之四V0 假设初始速度我们把它先叫V0的话 好那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因为这个签值掉下来的这个碎块 它没有分享到任何水平方向的动量 所以这个五分之三P0 这个动量必须要有另外一个碎块 等一下会问到另外一个碎块它的运动的状况 我们先专行来处理一下就是其中自由落下的这个碎块 它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它初始速度应该是零 可是它掉到地面附近的时候 它应该会产生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 会产生Y方向的速度 好那这个时候它的质量是2分之M 那这Y方向速度是要怎么看呢 毕竟它其实在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叫H的地方掉下来 好那根据我们对抛物线的理解 事实上这个抛物线是具有对称性 好那如果在上升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初速签值方向的速度是5分之4V0 然后到最高点的时候这个Y方向的速度会变成是0 那意味着说如果它在一开始在Y方速度为0 然后掉到地面的时候它应该具有的速度也会是5分之4V0 好这是运动具有对称性你可以理解的 那它的质量这个碎块的质量是2分之M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边计算出来 它的动量应该就会是5分之2MV0 好那事实上这个MV0就会是P 好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个动量 对于这个千值落下的这个碎块来说 它的动量会是5分之2P0 好所以P1这块碎块跟原来的动量的比 会是5分之2 好这题的答案应该是A选项 第二题呢就问你另外一个碎块 好那另外一个碎块会比较复杂 因为它在最高点的时候 它必须要接收所有的水平动量 好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说它的水平动量应该就是5分之3P0 好那这个水平方向是等速度运动的 好那在过程中在往下掉的过程中它也没有再有变化 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个水平方向到落地的时候 这个第二个碎块它一样保有水平方向为5分之3P0 这样的动量 可是它在Y方向上一样受到地球重力作用一段的时间 那这个作用的这个产生Y方向的速度 如果你还是回到落体的这个规则 应该要如同刚才 第1个碎块以及没有碎的时候 它往上的牵直速度应该是要一样的 所以第2个碎块它也拥有 在Y方向跟第1个碎块一样的牵直速度 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这个速度应该就是它的 5分之4V0 好那一样它也有2分之m这样的质量 好所以我们会知道它在第二颗碎块在Y方向一样是有 5分之2MV0 也就是5分之2P0这样的动量 我想这是合理的 因为对第1个碎块来说它在牵直方向的投影 事实上就是 第1个碎块 它在牵直方向的这个自由落体 其情况是一样的 最后他问的是 落地这个 第2个碎块它在落地时的动量量值 因为它其实拥有S方向跟Y方向的动量 所以我们这两个动量基本上是互相垂直的 好所以它的量值我们必须把它用必须定理把它平方相加之后开根号 好那在S方向它有的动量是5分之3P0的平方 好然后Y方向的话是5分之2P0的平方 好我们把平方向加开根号之后我们就会得到它应该是 根号13除以5的P0 那但这个并不是 他问的是笔值 所以他还要跟就是 第2个跟原来的这个动量 我们一笔之后 我们会得到它的笔值事实上就是5分之跟号13 那一样这个情况 第2颗碎块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再次复习一下 就是水平抛射的物体 它在牵直方向的投影 基本上其实跟在初始静止自由落下的这个运动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 好那也会对称于它在往上飞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好只是往上飞的时候 它是从有速度变到没有速度 而往下掉的时候是从没有速度变到有速度 但他们其实花费的时间是相同 并且他们在同样的一个地球的重力场里头 好所以我们还是可以从运动的对称性 加上这个 爆炸产生的这个动量守恒 水平方向动量守恒 来得到这个抛体碎片的一个理解